两队选手奋力挥拍 有了游网互不相让 这是南港杯国小羽球赛现场 吸引了近百位爱好羽球的国小学童组队报名参加 发起这项比赛活动的南港区里长联会会长 育成里长黄冲之希望推广社区活动 发展全民体育 也在暑假期间鼓励小朋友多多运动 我们希望社区也是形成一个推广活动的轴带 有任何社区活动大家一起来 今天来到现场也是所有的 我们这个承办单位主办单位 赞助单位都有来到现场 乐意看到社区全发展推广全民体育 大家每个人都锻炼强健的礼貨 我们这次小学的中年级跟高年级组 是第一次是第一届 往后会陆续推广下去 刚刚讲的三岁山篮球去年10月是第一届 然后南港区这边都有一些体育的赛事 会陆续推广下去 首次举办的南港杯国小雨球赛 也获得南港区体育会 及台北科大师子会等单位的支持与肯定 我们体育会 当来一定是全力来协助 也感谢我们房地长这么用心 在里社区的机场活动 这么用心帮小朋友帮活动 这是我们体育会 应该协助房地长做的事情 尤其由家族发起 已经迈入第52届 吸引近5000人 共22国选手参加了知名羽球比赛 清晨碑的台北科大师子会 常务监事吴俊雄更大力赞助 因为他认为 羽球运动不分年龄都可参与 更有助家庭和乐 值得大力倡导 不仅提供比赛场地更协助促成 南港运动中心方面也期盼与社区深化合作 鼓励市民不分年龄 一起让运动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运动中心就是以在地的居民为主 还有外面的一些民众 那当然我们要推广我们南港区 其实多办理活动 让民众知道这边的一个场地 然后多多来参与 然后也来协助台北市的市长 蒋万安市长这边来推很多的一个运动政策 感觉上好像运动中心只是一个硬体的建筑物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是一个软体的服务 我们不仅是欢迎大家进来购票运动以外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方式 能够让运动在你的生活中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形态 让你在生活中忘不了运动 运动也不会遗弃你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南港区的里民区民 大家一起来南港运动中心运动 抽空前来为小选手加油打气的立法员李燕秀则表示 为了提供台北市民足够的运动场地 他计划与热爱运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合作 在每个行政区催生第二座运动中心 其中内湖区方面已经有规划基地 南港区也正在评估几个合适地点 过去当市议员的时候也跟蒋万市长做过沟通 也希望每一区能够有第二座运动中心 现在一区一所运动中心是马一九当时 担任市长的时候推动的 那我觉得运动风气越来越兴盛 我们也希望每一区公有的土地 应该想办法我们赶快来找基地来推动第二运动中心 那目前其实内务区已经有基地了 那南港区其实我也跟李四川副长沟通了几个地点 我们也希望推动运动中心 能够让运动的人口更多 加汇我们台北市市民 经过激烈的竞赛 四组中高年级男双女双的冠军队伸纷出炉 主办的玉城里长黄聪志表示 未来将持续举办南港杯国小羽球赛 希望让羽球运动向下扎根 也让参加选手与陪同家长享受夏日亲子美好时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